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郑重把心 在群众后面站了一个人 他并没有喝彩 只说道 哦 这只是熟能生巧罢了 当然 这位神射手 自视甚高 期望得到赞美 不喜欢这样的评语 这只是熟能生巧罢了 于是 他相当反感 而走向那人说 你是什么意思 只是熟能生巧罢了 你能够设得像我这么精准吗 他说 不 我不能 不过 我给你看个东西 因为他曾经卖过油 于是 他拿起一个瓶子 瓶口非常窄 有个长长的瓶颈 底下 有个圆形的肚子 他能拿起大桶的油 将油 倒进那个小瓶口 刚好 倒进瓶子里 没有一出一地油 然后 他看着神射手说 你能够这么做吗 神射手知道他做不到 从来没有练习过那个技能 卖油的说 我没办法像你一样射减 但 你也没办法像我这样倒油 这只是 熟能生巧罢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 你 练习什么 无论你练习什么 你一定会精通它 好坏不是问题 如果你练习七战蛮片 你就会精通七战蛮片 如果你练习抱怨 你就会精通抱怨 你可以抱怨每一件事 眼都不眨一下 想都不用想 非常的顺手 当你所有的朋友站在那里 欣赏着大大的中秋月 每个人都被这样美丽的夜晚 感动得几乎掉下眼泪时 你突然间想都不想就抱怨起来了 是啊 可是 好暗啊 所以 在你生命里 你练习什么 假如你在你生命里练习和平 你就会精通和平 你会非常精通的 假如你在你生命里练习喜悦 你就会非常精通喜悦 假如你在你生命里练习快乐 你就会非常非常精通快乐 假如你练习认识自己 你就非常非常精通认识自己 你会知道 你是谁 熟能生巧 你练习什么 那件事 就会越做越熟练 当我们羡慕他人所拥有的能力或技能时 谁也不知 他们在背后里练习了多久 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和汗水 才能精炼得 如此熟练 练习 不单只是能力或技能 思想和生活态度也是 每天思想乐观 长久下来 就会培养出乐观正面的心态 珍惜每一天的生活 长久地练习下来 生命的每一天 都能活得充实 没有人 是天生的大师 所有大师上台的自信 都是在台下一点一滴的练习出来的 正所谓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好了 做个好梦吧 探探哦 练习 不单只是能力或技能 思想和生活态度也是 每天思想乐观 长久下来 就会培养出乐观正面的心态 练习 不单只是能力或技能 思想和生活态度也是 每天思想乐观 长久下来 就会培养出乐观正面的心态 没有人 是天生的大师 所有大师上台的自信 都是在台下一点一滴的练习出来的 没有人 是天生的大师 所有大师上台的自信 都是在台下一点一滴的练习出来的 嗨 你好 我是红梅 今天 你过得好吗 我在韩国大秋 向你问好 今晚 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你在你生命里 练习什么 有一位射线的人 来到镇上 展示他的才华 他来炫耀技能 技术相当好 他是很不可思议的神射手 一件接一件 都郑重把心 在群众后面 站了一个人 他并没有喝彩 只说道 哦 这只是熟能生巧罢了 当然 这位神射手 自视甚高 期望得到赞美 不喜欢这样的评语 这只是熟能生巧罢了 于是 他相当反感 而走向那人说 你是什么意思 只是熟能生巧罢了 你能够设得像我 这么精准吗 他说 不 我不能 不过 我给你看个东西 因为他曾经卖过油 于是 他拿起一个瓶子 瓶口非常窄 有个长长的瓶颈 底下 有个圆形的肚子 他能拿起大桶的油 将油 倒进那个小瓶口 刚好 倒进瓶子里 没有一出一地油 然后 他看着神射手说 你能够这么做吗 神射手知道他做不到 从来没有练习过那个技能 卖油的说 我没办法像你一样射减 但 你也没办法像我这样倒油 这只是熟能生巧罢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 你 练习什么 无论你练习什么 你一定会精通他 好坏不是问题 如果你练习七战蛮片 你就会精通七战蛮片 如果你练习抱怨 你就会精通抱怨 你可以抱怨每一件事 眼都不眨一下 想都不用想 非常的顺手 当你所有的朋友 站在那里 欣赏着大大的中秋月 每个人都被这样美丽的夜晚 感动得几乎掉下眼泪时 你突然间 想都不想就抱怨起来了 是啊 可是 好暗啊 所以 在你生命里 你练习什么 假如你在你生命里 练习和平 你就会精通和平 你会非常精通的 假如你在你生命里 练习喜悦 你就会非常精通喜悦 假如你在你生命里 练习快乐 你就会非常非常 精通快乐 假如你练习 认识自己 你就非常非常 精通认识自己 你会知道 你是谁 熟能生巧 你练习什么 那件事 就会越做越熟练 当我们羡慕他人 所拥有的能力或技能时 谁也不知 他们在背后里 也练习了多久 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和汗水 才能精炼得 如此熟练 练习 练习不单只是能力或技能 思想和生活态度也是 每天思想乐观 长久下来 就会培养出乐观正面的心态 珍惜每一天的生活 如果长久地练习下来 生命的每一天都能活得充实 没有人是天生的大师 所有大师上台的自信 都是在台下一点一滴的练习出来的 正所谓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好了 做个好梦吧 好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